Hello,大家好,今日当然要跟进台湾大选的族民 其实角度很多,不过我今天集中一点 就是賴清德做了未来台湾那边的总统之后 很多言论,尤其是建制或大陆方面 增加了两岸危机,打的机会大了 我今天就跟这些言论畅反调,不是说以前我都经常讲 两岸如果真的兵庸相见的可能性很低 现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那个机会是更低 我这些好像一个良好远望,不是 我是觉得两岸关系在未来之后的紧张局面 是会维持的,所谓的紧张局面,包括政治 军事上面都会有一些的,那个言论上面都会有一些的 不过这个跟所谓战争仍然是很大距离 现在反过来,那个战争机会是越来越低的 讲得很清楚了,除非是有些特变 有些人说你在那边兜着,我也都讲得清楚 如果所谓的特变,这个机率是很低的 即使有特变,这个特变的发生不会在台湾或者美国 这个特变发生只会在大陆 而这个特变的可能性亦都低的 所以够清楚了吧 好了,怎样分析的形势,怎样说很难打得起呢 首先第一样,你看一下现在那个状态 你打一场隔海的战争,除了军事 我今日都少讲军事,我过去都讲 你如果盲目去打的时候,第一,大陆的军方 它自己本身的意愿是怎样 我是很怀疑大陆的军方,纯军方 没有党那方面,没有习近平那方面的意志 纯军方来讲,根本很多不想打 尤其是一个隔海战争 你常规战,你都要三倍于对方的兵力 行,你就常规,但现在隔海你打个常规战 自己都会伤的,所以一定是火箭军 但你火箭军出动,就是玉石俱焚 是会引起很多连串效果 还有中国大陆的军方就会想,这样打内战来的 他们是梦想污名的,只有是党觉得好 跟着死的就是解放军 所以种种我今日已经少讲军方面的元素 跟着讲经济元素,大家从经济元素就容易去理解 首先第一件事大家可以看看,大家都猜了 沙盘推演什麽都猜了 就是万一打起来,谁伤一点呢? 答案就是全世界都伤,谁伤多一点 全世界都伤的时候,最近彭博经济研究所做了一个研究 世界银行都有它研究的,不过世界银行那些不拿出来 因为世界银行那个影响贷款,影响金融稳定 所以它不做 彭博那个是因为它自己都是一个研究机 好了,看看它的研究,它说如果两岸打起来 打的,全球的经济GDP就会不见10万亿美金 就是一定你说,打下去经济停顿等等 是相等于全球GDP的10个百分比 跟着台湾当然受重创了 台湾受那个伤害是会给它现在经济一伤不见40% 但大陆那边都伤的,大陆那边如果按现在 真的这样的规模,大陆那边的经济又跌16.7% 这是其中一个参考,你说准不准确, 最紧要不要验证,因为你验证就打了。 如果大陆封锁台湾一年,周边封锁, 全球的GDP都会,全球经济都会下降8.5亿, 跟着台湾那方面,因为让你封锁, 影响受性的百分之12.2亿, 大陆方面都百分之8.9,美国都伤的,不见3.3。 这些数据你说它准不准确也好, 说明了一点,你打仗尤其是隔海战争, 你不是一下子便宁不准,因为你要想到一个, 中国大陆人民都反弹,是吗? 因为中国大陆的人民一定会在海外受到影响了, 所以你单单这些数据, 你已经可以看到, 大陆自己本身那个真的要打的实力是很不够的。 好了,我们再举一些例子, 这个不是今年,去年,今年刚刚开始了, 不是去年,是积累了几年裡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外商在大陆的投资, 去年是走资走得很紧要, 还有新去大陆投资的比例和绝对数, 去年都大幅下降, 下降到大家都很得人怕的, 得人怕到怎样呢?我举些数字给大家看看, 2023年,那个外商在大陆的投资, 投资是有分开,直接投资,间接投资, 直接投资就是在大陆车厂, 或者将钱扔到大陆, 间接投资就是大陆的公司在海外, 譬如说它上市,吸收那些钱等等, 间接投资那个已经大幅减少了, 因为大陆在海外,尤其是美国上市的公司, 其实已经是很久的时候集资不理想的, 直接投资,2023是1,800亿美金, sorry,2022是1,800亿, 2023是150亿而已, 是不是大幅下降?因为大家都害怕, 跟着大陆的通缩, 大陆的通缩就令到十年期的国债, 即是大陆都发行国债, 国债长一些,有些十年期的, 以十年期为例的, 2023年是跌到21年来的新低, 是不是?所以你说去打仗, 你现在赌赌都不够钱, 地方政府又用它的方法高压当地的人民, 这个爆,如果压得紧要,是不是? 所以种种的经济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了, 现在大陆首先是一件事, 就是救回自己的经济,是不是? 你救回自己的经济, 有迹象看到的,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迹象是什麽呢? 因为大陆去海外, 尤其是去美国两年前, 美国的会计制度要大陆很多公司, 都符合美国的上市会计制度, 结果很多便走,不是来香港, 很多都去东南亚,尤其是在印尼, 所以我上次都提过, 印尼的IPO是28年来第一次超过香港, 而已经去到第四位,全球第四位的IPO, 即是上市公司第一次集资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陆自己本身直接投资, 外来的已经少了那麽多了, 透过股市集资,究竟多少呢? 我们不妨看看,现在有所谓新举措了, 刚刚大陆的中证监会发布了一个消息, 他说现在要完善境外上市机制, 你过去不是说完善的吗? 现在忽然又完善, 完善的意思是怎样? 即是说你要集资, 你过去唯一唯, 美国又松开手指, 吸你的资金过来, 所以美国的要求不是那麽强, 现在要制你,所以美国的要求强了, 大陆那些公司一下适应不了美国那些, 不上市,现在要完善的机制, 我都要来的大陆,是吧? 所以一讲这个时候, 我们看回数字了, 现在大陆有91家公司排队, 为什麽呢? 它要先过大陆那关, 因为大陆说你鸡飞狗走, 我怎麽控制? 你在外面上市又有那麽多探户, 所以那些钱,大陆首先说我要压着, 我要批准你才可以在外上市, 现在91家排队了, 好了,你说都有一些出到去, 有14家批准出去了, 不过再看这14家, 大部份是来香港的,是吧? 7成是想着来香港的, 另外3成去哪呢? 去美国,不过不是去美国的主板, 而且是限定在纳斯达克指数的范畴, 即是科技股为主, 好了,科技股美国欢迎的, 因为为什麽呢? 这个对美国都有利, 如果你是纯粹为中资机构, 各有企业,集资那些, 美国就可能要铁得紧了, 所以整个游戏, 大家看看大陆首先要搞定自己本身的内部经济, 如果你说房地产我不讲, 讲很多了,你看外贸, 大陆,即是中国大陆, 已经是去年第一年, 已经不再成为美国的主要进口国了, 对大多数美国第一大的进口国, 买东西进来的,是墨西哥, 所以种种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 哇,直接投资那麽多, 债务,内部经济又不行, 好了,从这些複蚀到政治了, 我都经常看党的文章, 立刻举一个例子, 刚刚求是登了习近平的一篇文章, 这个时候登当然是讲两岸关係, 讲中国内部稳定等等, 他这篇是讲统战的, 好了,我们由头看到落尾, 看完之后反过, 咦,其他内部的那些都不理了, 因为内部是另外一个话题, 他讲什麽民营企业是很重要的, 他讲民营企业是一个很重要的, 重大的政治问题, 好了,讲到两岸是怎样呢, 12点,即是12个内容裡面第九项, 就是讲澳台了, 看完之后,现在大陆香港建制突出的什麽呢, 就是突出习近平说要争取人心, 壮大台湾,爱国力量推动,完全统一, 我都逐行逐行去看的, 好了,这个是突出的, 好了,我看完之后,突出了之后有什麽新意呢, 新意就是完全统一, 不是,完全统一它这个是不同的表达, 它都说最紧要将台湾收回来, 但问题就是, 我看完之后, 就是争取人心, 壮大台湾外国力量, 争取台湾人心怎样争取呢, 现在台湾主流民意四成是支持赖清德民进党继续执政的, 大陆就说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这些玩文字游戏而已, 它跟着解读,这个真是自欺欺人了, 解读成怎样呢, 解读即是有六成是反对民进党, 对,六成反对民进党, 就是这六成支持统一的了, 是这样解读的吗, 为什麽呢, 你这六成裡面有些是民众党, 民众党何时支持统一了, 你看看柯文哲的讨论, 它说在两岸关系它会跟民进党一样, 这些就是骗大陆的人民, 所以我经常讲, 你去到一个用宣传技巧来维持的局势, 其实已经不行了, 好了,我慢慢看下去, 我觉得它有一点会做的, 就是说壮大台湾, 我的力量争取人叹,其中是怎样呢, 就是你去拉阿B, 阿民哲, 按现在的情况看来, 阿民哲将会是下一届的台湾总统大选那边, 它在台湾的力量其实是不断上升的, 再加上未来四年民进党执政, 我可以预测, 如果情况没有变的话, 民进党的执政很可能每下愈放, 即是积累12年, 台湾经济老实讲也都不行了, 而民众党你看看阿民哲的上升的趋势, 虽然今次在立委的选举上升的趋势不得明显, 但是你看看它在总统选举的范畴裡面, 它一声爆出来,虽然第三爆后大陆升的势头, 国民党还有多少的余力呢? 你可以看到大陆一定会去拉拢, 但是拉不拉得住民众党呢? 所以这些来讲,可以看到习近平那篇文章一定是深思熟虑, 而它裡面所提到的东西, 没什麽太大对两岸关係是有帮助的, 即是解决现在的困境,我所指, 种种的现象看来, 即使未来一段时候两岸的关係都会紧张的, 你仔细看,老老他忽然间在赖清德当选的时候, 它还去贺电,跟着一声就说跟你断交了, 涉及的钱其实是多少? 二十几亿美金而已,大陆二十几亿美金很容易拿去, 但是这样的特变很明显就是有人喊老老那边, 你快快追追,马上去错赖清德的威信而已, 你这些明眼人一看就看到了, 所以你怎样去争取台湾民心呢? 尤其是年轻人的心, 所以现在我都好言相倔,快快追追搞好大陆经济, 快快追追搞好中美关係,如果中美关係好, 刘建超大陆的中联部部长就去美国, 就跟美国国务卿鲍林肯谈了, 除了讲台湾问题, 大陆的传媒就说我警告美国, 不要给台湾错误讯号, 美国半官方代表队照去, 为什麽?迟些慢慢有消息流出来, 我们再分析, 刘建超去了美国, 除了警告美国之外, 有没有跟美国妥协? 大家预计一下,大家想想,是吧? 你如果是这样, 美国才愿意跟你玩, 为什麽呢?刘建超是代表党去的, 美国说我跟一个党聊天, 其实这个美国都有少少是破格的, 刘建超这次去又没有任何的习近平特使, 给一个国家的跡函等等,是吧? 所以美国都说,好,你来讲实质, 如果大陆的方式没有一定的妥协的话, 美国怎会采取你跟你玩呢?是吧?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来讲, 我反而觉得两岸是会表面紧张, 但是兵庸相见的机会反而是小了,是吧? 这些刚才听我讲所谓分析, 当然我最紧要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有任何 家剧国紧张的行动,是吧? 未来就是看看怎样政治去技巧怎样玩,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裡先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